都会退转的 不是不会退转 因为你的信仰还没有十钱 信仰要有十钱 你才不能退转 信要十钱 才不会退转 另外结啊 另外有一个结 你有一点疑惑就会退转 你任何时候你都能够信结 你就不会退转 第三个 你必须要有相应 就是正啊 你正到了什么 什么的地 你一有了正地 你就不会退转 第四个 你必须要学到的无念 才能够不退转 第八地啊 你修行呢 修到了第八地 无声法忍 你才能够不退转 正到了第八地 菩萨前七地 都还是会退转 到了第八地的无声法忍 你才能够不退转 这叫事不退转 第一个 信不退转 解不退转 正不退转 念不退转 叫做事不退转 弥勿 弥勿菩萨跟这个都市天的天主 跟他的建属 讲着事种不退转 就是信 解 正 念 事不退转 事种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 也不容易 我们沙佛世界的众生啊 是经常 一东一西 怀疑呢 就是不能解 怀疑不能解 他就退转 信仰不足 他也退转 还没有正地 就会退转 然后他也不能邪道无声 就会退转 所以退转也不算是什么 那一般来讲都是会退转的 除了信 已经实信了 解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 没有疑惑了 证 你有了相应 有了证明 有相应 有证明 那个才不会退转 再来念 你得到了无声法人的果地 到了菩萨 第八地 才是不会退转 这叫事不退转 这个弥勒菩萨跟都市天的人 天王跟都市天的建属 讲这种事不退转 所以我们学佛 要学着事种 也一样要学着事种不退转 像师尊 第一个 当初我信的时候 还是 还是有疑惑 也不能解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信仰 不是没有不退转 不是没有不退转 也有不退转 我虽然有谈诚 我没有把谈诚收掉 但是我今天火大了 我今天就不供养 你们要吃东西 冰箱自己拿 老夫不信了 走过谈诚的时候 我用白眼看你 我就是不撩你 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退转 也退转过 所以我对退转的人 也没有什么 其实人都是会退转 有时候跟人家神算 不准啊 我跟他讲说 你春天就会成就了 就会得到了 春天 很没有啊 春夏秋冬 什么所谓的 春天会得到 春天没有啊 气死我了 我就退转了一年 我就退转了 因为我算得不准啊 我说春天会得到 人家春天都过了 现在夏天了 再来了 秋天了 也没有 到了冬天又没有 明年的春天有了 明年的春天得到 还是春天了 我突然之间想到 佛不太讲了 就是另外那一年的春天了 就是今年的春天了 好 信心又收回了 又开始 又开始败了 其实也有不准的时候啊 真的是 他说不准也很奇怪 他暗中也有一个树存在的 就是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第一个信心要实权 第二个你要能够所有的以后都要解掉 第三个你真正要有相应啊 要有相应啊 第四个 你要到达第八地啊 菩萨地 不达第八地 正得那无神法人 就永远不会退转啊 第八地以前都还是会退转 身边有相应的 对那边有相应的 第二个人 对美梁 谢谢观看